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射受 那么无论受出家菩萨戒或在家菩萨戒都无法正过 佛教戒律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根本 持守戒律就能依循正确的准则而行 解脱烦恼增长善根功德 菩萨戒是发大圣心的菩萨所受持的戒律 可分为出家菩萨戒和在家菩萨戒 其实这个是心灵程度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灵世界没有射受的话 其实不断出家或者是在家 他都没有办法正过的 所以为什么家师全真上人他经常开示说呢 要将我们的心念射受在绝肢的当中 那上人曾经开示了一首非常好的祭语 有看有越看越执着 无看无越看越糊涂 无看有越看越自由 有看无越看越清楚 以修行人来说如果自所说有一个佛果可成 有一个菩萨道可行 甚至呢有我这个被我帮忙的众生的话 那没有办法达到三轮体空 佛果还是无法正德 因为他殊不知呢 佛性本来清净 无有一法可得 当我们的无明解脱之后 清净的佛性自然就会显露出来 领受菩萨界代表我们要开始发菩提心 也就是正觉之心 大波涅槃经云 一切众生 虽有佛性 要因持戒 然后乃见 应见佛性得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论是持守出家菩萨界 或是在家菩萨界 都应该重新做起 从无做起 这个身体才会清净 自由 也才能成就立人的菩提大道 法界新闻 蔡孟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